今年八國開始 各位董望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這邊已經睡得很好 人惆一天 我剛才起來 一般以前都會 第一天都還看到 比較多的人會早起床 今天 很少 表示大家都睡得不錯 在補免 那麼我主要介紹 我是我們住民 但是我是貧府住的 我是高冰地區的馬卡道族 馬卡道族是貧府住的 希臘亞之族之一 希臘亞有分三的之族 一個叫做大滿族 就那個小林村 那個埋村那裡 那麼我主要介紹都跟他說 因為我們的周圈都住在 汽水邊 河邊 因為要洗東西比較方便 所以我的名字你看 住在水邊的方 沿坡 這是青條樹生 其實我以前沒有沿 那麼這個沿不錯 我說有水 會比較有殘 殘上面發米 這樣介紹大家可能就比較會記 那麼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只有70分鐘 所以我這是差不多2點鐘的資料 所以我可能要講得更快 這是我要講的一個目錄 那麼有很多人 五位說 怎麼會 本來高山族 該原住民現在還要來高山族 這個高山其實是日本 那個黃太子來台灣 發現 高山的那些住民 他們的風俗 他們的服飾 還有他們唱的歌跳的舞 都非常美 所以給他取名叫高山族 那麼 國民黨政府來以後 就用高山族 用高山族 那 這些族群他們 經過十幾年的那個努力 才改 改名為原住民 因為聯樂國他們大部分 都是用原住民來稱呼 但是台灣有一個缺點 就是 新住民1949年 逃難來台灣 那這些人 他如果在這邊住了100年以後 他的子孫也有說 我阿公的阿公就住在這裡了 那我也是原住民啊 到時候原住民就被稀釋了 所以我們秘書長說 一定要把這個高山族 這個原住民的稱呼 回復 那 以前都說三包 那我就想一個故事就是說 韓戰的時候 中國派一些兵 也是從北韓打南韓 然後那些被俘虜 然後就送回來台灣 蔣介石這邊 那 蔣介石又怕他們是 間諜 所以就叫他們都要在 個別上要 刺青 反攻異士 簡稱一包 他是那個 從中國那邊來的 反攻異士 簡稱叫一包 那他們都 到台北 大部分都住在北部 就很窄啊 搭公車都不排隊 就排隊 就插隊 然後 有一個 高山原住民 就跟他抗議 你怎麼不排隊啊 我說 我是一包啊 那原住民說 你一包不排隊啊 我三包都排隊了 你一包不用排啊 這樣 這是一個笑話 好 好 我怕你們打瞌睡 好 進入正題 那個農業 跟水是特別有關係 沒有水就沒有農業 尤其我們這個 我們台灣大部分都是靠 以前都是以水稻 做我們主要糧食 稻米的生產 對台灣 農業生產 佔很大的比例 那 水稻 顧名思義就知道 它是 在小苗的時候 需要很多的水 所以你看 這個水都浸滿了稻田 所以農業用水就是 佔了我們大部分的 台灣人的用水 那沒有水就沒有農業 所有的植物 動植物通通通要靠水 因為陽光 空氣 水 是我們生命的三大要素 那我是再加一個就是土壤 這土地 是我們利基的地方 所有的動植物都要有這個土地 植物要有土才可以生長 所以水土保持就變成很重要 那我們上昌 上帝發明雜草 其實就是來做水土保持用的 很奇怪 這個你如果用耕耘去把它 耕耘過後 只要大概一個禮拜 各種雜草就會長出來 那這個是人工種植的 就是休耕政策以後 政府就是說 你在休耕種一些地備植物 這個非洲局 第一個可以 當作地景景觀 就是美觀的作用 好 那這一張 是莫拉克風災或我拍的 你注意看它這個 一條一條白白的 這個是崩塌地 這 四五百條的崩塌地 這表示什麼 莫拉克風災那天 把我們台灣一整年的降雨量 差不多在那兩天降下來 台灣年降雨率2150mm 但是 那一天大概降了快2000mm 所以 那個水土太飽和了 它就造成崩塌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也是崩塌的地方 正好 你看這個樹 山上的樹 它的樹根是很深的 大概有三四層樓高 你看它 可以抓地 抓得很穩 但是 如果雨水太充足 土壤那個 飽和水分太多 那個重量增加 它根就抓它抓不住就